我們看第六題 第六題的第一小題是說 有一個人要從00走到55 只能往右跟往上走 不能通過這個對角線 也就不能跑上去 跑上去到跑過來不行 不能通過這個對角線 那這樣總共有幾種走往 我們就從00開始走 往這邊走當然是只有一種方法 再往這邊走 一種方法 也就是說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只有一種方法 那往這邊走也有一種方法 就從這裡到這裡也有一種方法 那這是一種方法 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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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然後的話呢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也是只有一種方法 代表呢 跑到這裡來的話 可以這樣走 也可以這樣走 所以走到這裡的話 是有兩種方法 他出去的時候 當然就有兩種方法 這什麼意思呢 這說走到這裡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走呢 從這邊走的話 可以這樣走 一種方法 兩種方法 好 那往這邊走的話 也有兩種方法 從這裡走一種方法 從這裡走一種方法 好 然後過來的話 過來的話 累積起來的話 這是二加一三種方法 這也是三種方法 那這過來這兩種方法 再累積起來 兩種方法加三種方法 那三跟一累積起來 往這邊的話 有四種方法 那往這邊有四種方法 四種方法 一種方法 累積起來的話呢 就是五種方法 這樣的話 是九種 九種方法 九加五是十四種方法 然後這裡是五種方法 然後這裡是五種方法 這是九加五的話 多少呢 十四 那這個的話是十四 九加五十四 那在這裡的話 這個就是二十八 那這裡是十四 然後二十八加多少呢 二十八加上十四 等於四十二總 所以從這裡走到這裡 不通過這條線的話 總共有四十二總方法 那這四之後 總方法的話 有個公式 這公式是說 如果呢 這是有N個邊 一二 有N個邊 這有N個邊 不通過對角線的話 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從00走到NN的時候 總共有幾種方法 總共有幾種方法 它的總方法數的話 有個公式 公式就是小N加1 所以小N就是這個邊數 一二三四 這個邊數 半分之一 C 那C呢 2N 取N C2N取N C2N取N的話 我們在講組合的時候會講 這個比如說 C的6取2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6階層 除以2階層 除以4階層 除以4階層 這4就是6減多了 也就是說 N取NK的時候 這是N階層 K階層 N-K階層 這個我們叫做 組合 組合數 這個階層 這個階層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3階層 它的意思就是 3乘2乘1 那N階層 它的意思就是 N乘以 N-1 乘2 再乘1 這是階層的意思 那有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 要把它記起來 我們用這個公式的話 來驗證一下 說 到底是不是等於 42 這到底是不是等於42 那這個N 這個小N是等於5 1 2 3 4 5 就5加1 分子1 那這都什麼 2N 這是5 變成10 現在去取到取5 它的意思就是 這個6分之1 它乘以呢 10階層 5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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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之1 乘以多少呢 那10 9 8 7 6 它再乘以543 還是5階層 5階層 乘以5階層 那這5階層可以約掉 那約掉的話 那這5階層 是5 乘以4 乘以3 乘以2 乘以2 乘以1 那這個就是6 約掉了 4 4 4 2 8 5 5 2 得10 這樣有多少呢? 這6的話,約掉是 6約掉一個2,還有一個3 3的6 6乘以7 6乘以7 6乘以7的話,這42 當你的小N 這小N很少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做 當你的N小N很大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這樣做 那就要這樣做 然後再按計算機 按計算機來做 好,我們來看看第二小D 這個數 我們有個名稱 叫做卡達蘭數 卡達蘭數 好,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D 第二小D的作法也是一樣 這是第二小D 第二小D的話,它是說 從A 這是A 左到B 那這樣的話,只能往右跟往上 那這樣總共有幾種說法 方法的話,也是用這種 累積的 方法數累積起來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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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的話,往上的話 這是兩種 那一加二 這是三種 一加三是四種 一加四是五種 五加八是等於十三 好,然後的話 這過來的話 這是一種 一種 然後一加二 這也是三種 那這三種 三種 五加三 這是八種 一加一 這是兩種 再過去的話 這是兩種 三加二 這是五種 五加八 是等於十三 那這樣過來 過來的話 這是一種 一加二 這是三 所以十三加三 等到這裡的話 總共有十六種 所以的話 總共有十六種方法 這個的話 是最原始的 最簡單的方法